最近,各大平台开始给影视借剧招商,放了很多片花,古偶剧依然是关注的重点,毛病也很多 熟悉的乔诗与配音,演古偶的演员依然张不开嘴,熟悉的剧情台词,什么情深远浅都还你了,我们两不相欠等等,是不是神仙恋爱就这么点诗? 但是,还有浮化到桑藏风观众已经习惯了,那为啥连大婚穿的婚服也走桑藏风,一身白衣的婚服好吗?而且,这样还不少个例,侯明浩和周也主演的护心,造型就跟香蜜很像了 还有李兰迪和陈兴旭主演的星洛宁成堂,男女主的发型跟上面没有区别,只是换了发官的造型和衣服罢了 同样是杨子主演,男主是诚意的陈香如谢,在大婚造型发出的时候,网友就说很像香蜜的造型,造型师也是真的偷懒 香蜜里大婚造型,好歹杨子的头发还是梳上去的,算是妇人了 现在的婚服都是披头散发的,女性角色就是披发家各种华丽的发官,都不盘发了 男性角色也是披发,头上梳一个发剂,再加各种不同的发官,都是一个路数 咱们以前的古装剧的婚服都是大红的喜庆颜色,或者还原历史有红绿婚服,什么时候开始白色的婚服流行 其实,在香蜜中,婚服有三套,白色代表天界,红色代表人间,黑色代表魔界,用颜色来区分场景,也算用得合理 可能是这套白色婚服设计出彩,给后来的古偶剧灵感,都拿来用了 现在国产古偶剧,雷同造型特别多,一个风格火了,就扎对来,一点都没有创新 古偶仙女们都丧葬风一身白也就忍了,现在连婚服也一身白,谁家结婚穿丧服啊,整得稀不稀,中不中 感谢观看